大家好,我是Jo 很高興今天譚師傅來跟我們見面 譚師傅你好 Hello 我們今天說一下屋外面的環境 因為我們在英國很多樓都是有露台的 如果我們站在露台看出去 如何對業主或租客會有一個好的風水呢? 你提及這個就叫做聯頭 聯頭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從屋的主窗或露台看出去 看到甚麼呢?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吉祥的東西 剛才我們先從入屋門口說起 因為你一打開門 如果一眼看到露台透了出去 我們這就叫做村心殺 第二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錢一入屋就走 這個就很嚴重的 所以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入口前加一個大熱植物 然後或者在露台那個窗加一個白熱鍊 你就會一開門就不會變到露台 這個就是防止了那些錢馬上流走的 OK 我到我們走出露台了 看到外面甚麼風景是最好的呢? 在教學裏面 如果你能夠看到左右手都有的 就會最好 甚麼是左右手呢? 你左邊有一排屋 右邊也有一排屋 我們就有左手和右手 左手我們叫青龍 右手叫白虎 左手越長男人賺錢越厲害 右手越長女人賺錢越厲害 那就要看你在露台 看左和右的時候 房子的長度有多長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如果你看出去有河有海 那就更好 因為前面我們叫有明堂 明堂裏面有水 我們就叫聚財 那如果那個河一望無際 就不是那麼好的 那個河 前一點又要有一點山 我們就叫做有岸山 那又叫淺就聚了在這裏 那這種風景呢 就是100分的 就是說 左邊青龍 右邊白虎 前面有明堂 明堂在遠方有岸山 那我們就叫做最好的組合 那如果你說找樓 就盡量是可以找到這些 這樣就最好 那記住 如果那個河 那些水很急的 就千萬不要選 因為水流太急 那些錢都會走得很快 盡量是 你看到是很靜的河 很舒服的看出去 那才選擇那種 對你們來說是最好的 那譬如內圓呢 其實內圓有沒有OK呢 如果你是沿淋境的 那我們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有一些 三尖八角的樹 因為尖的樹 我們就叫做是非 官非 那你能看到的 那是不好的 如果最差的就是 你一次過平排看到三支 那就必定有是非官非的 那就是說 其實選擇一間最好的 就是對著河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很多客人都說喜歡對河 或者是 水等於財嘛 那有什麼不好選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 岩岩蠶蠶的山 那就一定不好 因為岩蠶的山 我們就會說 小朋友的文昌 品德就差的 那如果有沒有山 有沒有樹 有沒有海 只有一些流景 那如果你只是看流景 你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大廈和大廈中間 如果有一條縫 只要陽光一起 那條縫 射到光線入你的屋 我們就叫做添斬殺 那就是不好的 就是叫到什麼位置 容易有手術 那如果你真的看到這樣的陽光 就最好盡量拉上窗簾 明白 嗯 OK 那今集暫時就說到這裏 謝謝你 譚師傅 好吧 拜拜 Thank you 拜拜